中俄舰队逼近阿拉斯加 美国大喊不正常 舰队到了家门口 这招接得住吗 各位好 欢迎来到这一条鸟talk 那么消息显示 中俄联合巡航编队 于近日在阿拉斯加附近的海域巡航 尽管巡航的军舰 没有进入美国领海 但是美军依然是出动了 P-8海神巡逻机 以及四艘驱逐舰进行跟踪监视 显然美国方面对于此次 中俄军舰在阿拉斯加附近的 联合巡航非常的紧张 而尤其是在当前紧张的 国际局势之下 就如美国一位研究员所说 此举极具挑战性 而当然其实美国什么时候 对中俄的军事活动不紧张了呢 过去不管是中俄展开 什么样的军事活动 都会引起美国的注意 包括美国媒体在内的美国人 甚至会通过炒作渲染 来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 而这次就算中俄海军之间 是单纯的军事活动 为了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 在美国媒体的眼里 这个举动都是在对抗 美国和日本 韩国以及其他的地区伙伴的联盟 美国媒体的报道里就说 中俄海军联合巡航 是北极地区更广泛 大国竞争的一部分 而值得一提的是 这已经不是美国媒体 第一次炒作中俄军舰 现身阿拉斯加附近海域 在之前也就是在去年的9月份 一支中俄联合巡航编队 出现在了白令海 阿拉斯加基斯卡岛 以北的地区 而当时美国媒体的说法 是中俄联手扩展 在北极地区的影响力 但其实那一次 中俄联合军事活动 不过就是两国之间的 正常军事合作 是为了共同维护地区的 和平与稳定 什么中国威胁论 不过是美国出于内心的 紧张和不安来 胡乱一侧的罢了 而各方面一直以来 中国都非常尊重 北极国家在北极地区的 主权和管辖权 一贯是本质合作共赢 且尊重的基本原则 积极地与各国展开 北极的国际合作 来推动北极环境保护 以及可持续性的发展 而当然 我国怎么解释 怎么强调 美国当然是听不进去的 而出于对中国的敌意 甚至是出于对俄罗斯的敌意 美国都会认为 中俄这么行动很不正常 只是中国不能因为 美国的不乐意就不这么做 一方面 中俄两国在进行 正常的军事合作 另一方面 凭什么美国你可以这么干 中国和俄罗斯就不可以呢 这样的巡航 其实应该常态化 毕竟一直以来 美国军舰都是在 全球范围内来转油 叫嚣着航行自由 所以中国也可以这么做 并且也可以带着俄罗斯 一起这么干 而某种程度上 可以看作是我国 给美国的一种回应 中俄舰队一样 可以到美国家门口去 而不是只有你美国 可以来中国和俄罗斯的家门口 所以只是从侧面来看 美国人不淡定 是否有些反常呢 或者说美国人的不淡定 不仅仅是因为 中俄舰队逼近了家门口 而据悉 最近一次 美国一直在试图 离间中俄关系 比如污蔑中国 给俄罗斯提供了经济援助 可能美国也是没有办法 接触来自中俄的大招 但是美国人的不淡定 不排除 是想趁机换了一个打法 阻止中俄关系 进一步的拉近 总之 不管是什么原因 美国人炒作中俄威胁 美国越是不希望中俄做的 中国其实越可以这么做 尤其是美国军舰 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来逛 中国和俄罗斯 所以也一样是可以的 好了本期就到这里 欢迎点赞转发 六星的精彩评论